《猎王记》上第一章 大魏王老了,年事已高,他们虽用许多衣服盖着他,他仍不感到暖和。 所以他的臣仆对他说, 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年轻的处女,使他事后在王面前照顾王,睡在王的怀中,好使我主我王得到暖和。 于是,他们在以色列全境寻找一个美貌的少女,结果找着了一个书念的女子,雅比萨,就把她带到王面前。 这少女极其美丽,她照顾王,服侍她,可是王没有与她发生过关系。 那时,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妄自尊大,说, 我必做王,就为自己预备了战车,寄兵,又有五十人在她前面奔走。 她的父亲从来没有责难她说,你为什么这样做呢? 她的容貌也很英俊,她是在压沙龙之后生的。 亚多尼亚与席鲁亚的儿子约亚和雅比亚他祭司商议之后,二人都答应支持她。 但萨都祭司,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,拿丹先知,世美,利乙和大魏的勇士都不拥护亚多尼亚。 有一天,亚多尼亚在尹罗节旁边,索西列的磐石那里,宰杀牛羊和肥畜,邀请他所有的兄弟,就是王的众子和所有做王的臣仆的犹大人,来参加宴席。 只是,没有邀请拿丹先知,比拿亚,众勇士和他的兄弟索罗门。 拿丹对索罗门的母亲巴士巴说,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了王,而我们的主大魏还不知道,你难道没有听见吗? 现在你来,我可以给你出一个主意,好救你的性命和你儿子索罗门的性命。 你进去见大魏王,对他说,我主我王,你不是曾经向卑女启示说,你的儿子索罗门必接续我做王,他要坐在我的王位上吗? 现在,为什么亚多尼亚做了王呢? 你还在那里与王说话的时候,我会随后进来,证实你的话。 于是,巴士巴进到内侍去见王,王很老了,书念的女子雅比萨正在服侍王。 巴士巴向王俯伏叩拜,王问,你要什么? 他回答说,我主啊,你曾经指着耶和华你的神向卑女启示说, 你的儿子索罗门必接续我做王,他要坐在我的王位上。 可是,现在亚多尼亚做了王了。 而我主我王,你还不知道? 他宰杀了许多公牛、肥畜和羊,邀请了王所有的儿子。 亚比亚他祭司和军队的元帅约压,却没有邀请王的仆人索罗门。 我主我王啊,现在以色列众人的眼睛都看着你, 等你告诉他们谁要坐在我主我王的王位上,接续你做王。 否则,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之后,我和我的儿子索罗门就要被算为罪人了。 巴士巴还在与王说话的时候,拿丹先知就进来了。 有人告诉王说,拿丹先知来了。 拿丹来到王面前,向王叩拜。 拿丹说,我主我王啊,你曾说过,亚多尼亚要接续我做王,坐在我的王位上吗? 今天,他下去宰杀了许多公牛、肥畜和羊,又请了王所有的儿子、众军长和雅比亚他祭司。 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又吃又喝,说, 亚多尼亚王万岁。 只有我,就是你的仆人,萨都祭司,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,和你的仆人索罗门,他都没有邀请。 我主我王是不是做了这事,而你没有告诉你的众臣仆,谁要接续我主我王做你的王位呢? 大卫回答说,赵巴士巴到我这里来。 于是,巴士巴来到王面前,站在那里。 王说,启示说, 我指着曾经救我的性命,脱离一切患难的,永活的耶和华启示。 我从前怎样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启示,说, 你的儿子索罗门,必接续我做王,要做在我的王位上,我今天也必照样行。 于是,巴士巴面福在地,向王叩拜,说, 愿我主大华王万岁,大华王又说,赵萨都祭司,拿丹先知,和耶和耶大的儿子彼拿雅到我这里来。 他们都来到王面前,王就对他们说, 你们,要带着你们主人的仆人,使我的儿子索罗门,骑上我的骡子,送他下到积训去。 在那里,萨都祭司和拿丹先知,要高丽他做以色列的王。 你们要吹脚说,索罗门王万岁,然后,你们要跟随他上来,他要来坐在我的王位上,他要接续我做王。 我已经立了他,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统治者。 耶和耶大的儿子彼拿雅回答王说, 阿们,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神也是这样说。 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,愿他也照样与所罗门同在,使他的王位比我主大魏王的王位更伟大。 于是,萨都祭司,拿丹先知和耶和耶大的儿子彼拿雅,以及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都下去,使索罗门骑上大魏王的骡子,送他到积训去。 萨都祭司从账目里拿出那层高游的脚,高立所罗门,然后有人吹脚,众民就说, 所罗门王万岁。 众民都跟随他上去,吹着笛子十分欢乐,以致大帝也因他们的声音阵列。 亚多尼亚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宾客刚刚吃完了饭,听到这声音。 约亚听到绞声,就说,城里为什么有这样喧嚷的声音呢? 他还在说话的时候,亚比亚他祭司的儿子约拿丹来了。 亚多尼亚对他说,进来吧,你是个中意的人,一定带来了好消息。 约拿丹对亚多尼亚说,不好了,我们的主大魏王已经立了所罗门为王了。 王拆派萨都祭司、拿丹先知和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, 以及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与所罗门同去, 他们使所罗门骑上王的骡子。 萨都祭司和拿丹先知已经在积训高立他作王。 众人都从那里欢欢喜喜上路,你们听见的声音,就是城里的喧闹声。 不但,所罗门已经坐在这王国的王位上, 而且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大魏王祝福说, 愿你的神使所罗门的名声比你的更尊荣, 使他的王位比你的更伟大。 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, 王又这样说,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, 因为他今天赐了一人坐在我的王位上, 也使我亲眼看见这事。 亚多尼亚所有的宾客都惧怕, 大家起身各自逃走了。 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紧祭坛的脚。 有人告诉所罗门说, 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, 他现在抓紧祭坛的脚说, 愿所罗门王今天向我启示, 绝不会用刀杀死他的仆人。 所罗门说, 他若是做一个中义的人, 他的头发连一根也不会掉在地上, 但在他身上若是发现有什么恶行, 他必定死。 于是, 所罗门派人去把亚多尼亚从祭坛上带下来, 他来向所罗门叩拜, 所罗门对他说, 回你的家去吧。 请不吝点赞 ison gordлон yg arbe, rejection 我吗? 给他 了 tenim 我们